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在我们上一辈人的眼里 这些什么SUV 越野车也好 都会被统称一个词 吉普车 可想而知 吉普在他们那代人的眼里 是一个非常非常硬朗 以及所有这种车的一个代名词 而现在 我身边那台自由光 刚好可以颠覆一下 吉普传统的定义 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传统的吉普 会大家认为 它是一个非常硬朗 非常越野的这么一个车 而自由光是一款 由越野向城市进军的这么一款车 它兼顾了越野和城市驾驶 所以说它是一款比较均衡的车 我旁边这台新款的自由光 相比老款 售价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它的起售价是185,800 顶配的价格是319,800 可以看 这个价格的区间跨度 还是非常的大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低配的车型是2.0升的发动机 高配的车型采用了2.0T 而高配的2.0T也分为两种 四驱跟两驱 两驱是2.0T低功 四驱是2.0T高功 可以看到老款的2.4升发动机 再也没有了 它会全面的被2.0T所取代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外观啊 新款跟老款的最大的区别呢 主要集中在前脸的这一块啊 前脸的这个变化呢 又主要集中在大灯 你还记得老款那个瞇瞇眼吗 在新款里面呢 它的眼睛稍微睁开了一点 看上去呢 更加协调了一点 但是呢 没有老款那么激进了啊 还有呢 就是它的车身尺寸 新款的车身尺寸呢 相比老款稍微有一点点的提升 无论是长度还是轴距 都只是增强了一点 这个呢 在日常的使用中呢 不会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区别 好 我们来到了吉普自由光的车内 可以看到它的车内走的还是这种 很美式的这种风格 就是显得特别厚重 无论是整个中控台还是座椅 都有一种往外凸的感觉 这样呢 可以整个营造出一副 环抱驾驶者 环抱乘坐者的这么一个氛围 这一点呢 还是我比较喜欢的 在车里不会感觉到很矿 再来说说方向盘 自由光的方向盘呢 一直都是很粗的 这样呢 对于那些喜欢粗壮一点方向盘的人来说呢 这是一个福音 还有它的仪表盘 仪表盘中间呢 采用了一个比较大的液晶屏 上面呢 可以显示很多的行车信息 基本上你日常中 所能用得到的行车信息 在上面都有 虽然它的酷炫程度不如全液晶仪表 但是满足实用性的话 它够了 最后呢 再来看一看这个中控台的这个区域啊 中控台的区域呢 相比老款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功能呢 划分也很清晰 下面呢 是一个空调的控制区 上面有几个简单的按键 可以控制上面的屏幕 以及什么ESP啊 和驾驶启停的系统 还有呢 就是这款中间的液晶屏 这个屏幕的大小呢 在现在来说呢 已经不算很大了 但是呢 可以满足你的使用 读书呢 也比较清晰 触点呢 我刚才实测了一下 比较灵敏 也不会造成什么误操作的现象 内部呢 集成了很多功能 比如什么高配车型的座椅 加上座椅通风啊 以及空调控制系统 多媒体系统 还有什么导航啊 都可以在这块大屏的内部进行操作 有一个我需要吐槽的地方啊 就是它上面的这个储物格 这个储物格设计的位置呢 非常的不方便 这样为什么呢 因为我每次要拿什么东西的话 显然并不是因为我胳膊短 所以够不着 我相信大多数人都跟我一样 他都够不着 需要往前 这样的话 在我开车的过程中 我拿什么东西呢 会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那儿设计一个储物格 没什么太大的必要 好了 大概呢 就是这样 下面我们去后排体验一下 它的空间 好 现在我们来到了自由光的后排 前面已经说了啊 自由光的新款车型 跟老款相比呢 车身尺寸方面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基本上是一样的 现在呢 我坐在后排 前排呢 是我刚刚的驾驶坐姿 可以感觉得到啊 后排的空间 还是相对来讲 比较局促的 相比现在主流的一些 中型SUV而言呢 它的空间并不算大 再加上呢 它的座椅啊什么的 都是往外凸的这种设计 所以显得这个 后排的空间更为狭小一点 再来看就是 后排呢 高配车型 配备了220伏的电源 以及两个可供充电的USB接口 这一点呢 还是比较方便的 自由光在动力上啊 可以说相比老款 它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为什么用这个巨大的飞跃呢 因为你从它的参数上 就可以看出来 老款那款 319800那个顶配车型呢 用的是2.4升的发动机 而2.4升的发动机呢 在这一代车型上 全面被2.0T发动机所取代 参数呢 更是可怕的惊人 以前那台2.4升的发动机呢 只有228牛米的最大 而现在的2.0T 顶配车型的发动机 可以提供400牛米 实测加速只有7.2秒的时间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快了 这也看得出来 自由光正在向一台城市SUV去转变 接下来呢 再让我们看一下实际的驾驶感受 这台发动机呢 所能提高的动力非常的浑厚 基本上 我脚趾要轻轻地往下踩下去呢 动力随叫而来 非常的顺畅 整个的驾驶感受 再来看一看传动系统啊 传动系统呢 是那台9AT这个呢 跟老款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这台9AT呢 中规中矩吧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那个 在高档位 就是说上升到9档呢 需要比较高的一个车速 才能上升到9档 这一点呢 就没有奔驰的那台9AT 显得那么的人性化了 所以呢 在这方面 变动箱方面呢 匹配方面 它还需要有一点点提升 最后呢 就是底盘 自由光的底盘调校呢 并不像吉普的其他车型那么硬朗 尤其是不像它的同门的兄弟 木马仁那样 它的整体的调校呢 偏向于舒适型 也就是说偏向于城市中的驾驶 所以呢 它的避震 无论在任何一个区间内呢 都可以有效地过滤到路面带来的颠簸 给那驾驶员 给乘坐者呢 提供一个非常舒适的乘坐空间 好了 今天的内容呢 就先暂时呢 告一段落 在我看来啊 吉普之前卖的并不是很好 并不是说它的车不好 而是呢 它没有认清自己的位置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现在啊 像什么雷克萨斯 凯拉克这些呢 都不敢跟BBA展开这个正面的冲突 而吉普呢 在之前呢 一直是标榜什么奥迪Q5啊 这种车型 很显然呢 它没有找正自己的位置 以及呢 没有定好自己的价格 而现在呢 看来呢 18万多到31万的这个价格区间呢 可以刚好的填补呢 中间这一块空白的区域 这样呢 相信 吉普会有一个比较好的销量